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荷尔蒙的加持 只有调动女人身体内的荷尔蒙 才能令其情绪快速高涨 对于爱情的体验达到顶峰 此时男人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会被无限放大 促进爱情的不断发展 那么究竟该怎样调动女人体内的荷尔蒙呢 也许你应该从心理学中寻找方法 让女人荷尔蒙飙升的方法 是懂得运用这三个心理学定律 学会了也就事半功倍了 心理学上的曝光效应指的是 我们在爱情中出现的次数越多 越容易给对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久而久之 你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 就会在对方脑海里不断回荡 从而激起她的荷尔蒙 一句再浪漫的情话 可若只是说过一遍 也许很多女人转身就忘 但若是能够经常重复 在女人心里不断地回想 或许就能达到让对方难以忘怀的效果 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中 杜菲对如瓶痴心依旧 然而如瓶心里另有他人 好在杜菲从未放弃 她总是陪伴在如瓶身边 平凡地向其诉说着爱意 几乎每一次都会送给对方极具价值的礼物 这些努力 表面上看并未激起如瓶的爱意 实则正一点一滴 感化着如瓶的心 等到她彻底放下和舒缓时 首先想到的就是杜菲 这也就印证了曝光效应的作用 曝光效应就是让我们在爱情里变得更为勤奋 不断出现在对方身边 不断向对方表达自身爱意 当一件事情能够重复一万次时 相信没有多少人能再忽略这份情谊 许多女人也会在心底种下爱情的种子 最终扑到你的怀里 二 吊巧效应 给女人紧张刺激的体验 人在平淡的场景中很难被调动荷尔蒙 就像某一次约会里 无论你如何诉诸情谊 对方可能都无动于衷 因为这些话实在太过平常 难以在人的心里泛起涟漪 可若是能带对方去坐椅子过山车 走一次危险的吊桥 此时你再重复此前的话 或许女人就会信以为真 甚至会紧紧地包住你 这就是吊桥效应的奥秘 它指的是人在极其危险紧张的环境里 本身就会心跳加速 此时若是配上动人的情话 女人体内的荷尔蒙便会急速飙升 他们会把外界环境造成的刺激 当成怦然心动的感觉 也会更容易接受你的甜言蜜语 在你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打动对方的心思 不如尝试着换一种方法 采用外界环境的推动 来为这段感情加码 除了带对方去户外的这些紧张的环境里 还可以偶尔约对方去看一场惊悚的电影 当诡异的气氛袭来时 女人身体内荷尔蒙急速增强 对你的依赖也更为显著 说不定只是一个恐怖的镜头 它就会扑进你的怀里 此时你温柔地抱住它 轻轻地抚摸对方的脸庞 远比从前做这些动作 更容易让人沉迷 说到底 追求一个人也是讲究方法的 真挚的情感放置在合适的场景中 就能起到加倍的效果 黑暗效应 为爱情增加浪漫的氛围 正是表白时 你会选择白天还是晚上呢 也许有些人会选择前者 因为这样看起来更为正式 殊不知 这恰恰就是你失败的原因 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在白天时精力旺盛 极为理智 很难被感性占据头脑 此时无论你说着什么样的话 做了怎样的事都难以捕捉到对方的情绪 而且白天的光线太盛 会让许多原本浪漫的事情变得毫无趣味 反倒是夜晚朦胧的微光 能将感情点缀得更加精彩 心理学家提出 想要女人荷尔蒙飙升 对你好感倍增 最好再与对方相约在晚上 在较为昏暗的环境中约会 比如某些浪漫的餐厅里 灯光总是柔柔的 身处其中 不自觉就变得感性起来 奋不顾身的体验美好的爱情 此时你若是将爱意脱口而出 成功的机会也就更大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夜晚本身就是多愁善感的时期 人总是会在这个时期感到孤独 彷徨迷茫无助 会渴望有一个身影与自己同行 希望能铺进某一个人的怀抱里 在这样的场景之下 你所有的柔情密意都会被无限放大 不知不觉就说到了对方心理 等到第二天清晨 阳光再次不变大地时 也许你就没了这样的机会 因为那时的女人已经恢复了理智 追求女人时运用心理学的定律 往往能起到更为直观且实用的作用 相信在这三种定律的加持下 你会更懂得如何调动女人体内的荷尔蒙 从而抓住属于自己的爱情 快来试试吧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